大家好,今天在香港媒体报道,中国官媒2月7日刊出了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春节前夕分别看望以胡锦涛为首的130多名老同志名单,其中没有前国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 新华社的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看望或委托有关方面负责人同志 看望了胡锦涛、朱镕基、李锐环、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于正生、栗战书、汪洋等130多名老同志 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衷心祝愿他们春节愉快、健康长寿 被看望的130多名老中,唯独缺前国务委员、国防部长魏凤和证实了魏凤和出事的消息 魏凤和继任者李尚福去年10月也被免去国务委员、国防部长之后 这意味着两任国务部长已经卷入了火箭军腐败丑闻 70岁的魏凤和上将出身导弹部队,2012年担任第二炮兵部队总司令 15年担任前火箭军总司令 那火箭军另外两名前司令周亚宁、李玉超均已落马 今年9月 解放军的9名高级将领涉嫌严重违禁违法 被罢免了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包括三名上将 火箭军原司令员李玉超,火箭军原司令员周亚宁 火箭军原副司令员李传广 火箭军装备部原部长吕洪 空军原司令员丁来行 中央军委联合参部原副参部长张震忠 中央军委装备部发展部原副部长张玉林 绕温敏 南部战区原副司令员兼南部战区海军司令员 魏凤和上任以后首次出访的是美国 并不是俄罗斯 魏凤和当时还是胡锦涛时代和美国缓和关系的最后一阵广部长 从魏凤和以后上中美关系就出现了恶化 而且中国的广部长首次出访就选择了俄罗斯 魏凤和是最后一阵 而且魏凤和可以看到他和美国的关系 其实也是非常深的 所以从这点上看 魏凤和他的落马也说明中国和美国军事上 实际上这种不信 另外在中国的证监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党委书记 议会免同志 他被正式免职 免去党委书记职 国务院决定任命吴清同志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 根据公开资料 吴清是1965年4月生安徽蒙城人 中共党员1989年月参加工作研究生经济学博士 现任第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主席 他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综合司干部 副主任 科员 主任科员 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办公室干部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机构部副处长 综合处处长 副主任 正处级 机构监管部副主任 副厅级 主任 05年8月至09年3月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办公室主任 09年3月到10年10月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基金监管部主任 10年11月和11年1月 上海虹口区区委副书记 区政府副局长 代区长 11年1月到13年3月 上海虹口区区委副书记 区政府局长 13年7月 16年5月 上海虹口区区委书记 16年5月到17年12月 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 党委书记 副部长级 17年12月至18年1月 上海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 18年1月至19年4月 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党组成员 19年4月到19年8月 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党组成员 上海张江高科技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19年8月到21年12月 上海市市委常委 市政府副市长 当组成员 21年的12月到22年的2月 上海市委常委 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22年2月到23年 是上海市委常委 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23年7月至23年的8月 上海市委副书记 23年8月至23年9月 上海市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 23年9月至23年的2月 上海市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第一副院长 那么24年2月 贝习平正式任命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 那么他是20届中央候补员 中共20大代表 上海市15 16届人大代表 中共上海市12届委员会 同样呢 是在5号啊 湖南省常德市中精英法院 一审公开宣判 招商银行股份有权公司 原党委书记 行长田惠宇受贿 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 那么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 内幕交易 泄露内幕案 对被告人田惠宇 以受贿罪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之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那以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 判处有期徒刑5年 以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 判处有期徒刑7年 并处罚金 人民币3亿元 内部交易 泄露内幕信息 判处有期徒刑3年 判处罚金人民币850万元 决定执行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那田惠宇呢 在担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权公司上海分行党委书记 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党委书记 还有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党委书记 招商银行党委书记 行长期间呢 利用其职务便利 条件为有关单位个人在贷款审批 业务承揽工作调等市线上提供帮助 非法收受折合人民币共2.1亿元 田惠宇呢 担任招商银行股份有权公司党委书记 行长期间为个人寻私利 违反规定滥用职权 干预招商银行股份有权公司附属机构正常经营决策活动 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那根据现在呢 公开的资料呢 显示田惠宇呢 他在股票市场非法获利4100万美元 披露股票内部信息非法获利110万美元以上 那田惠宇呢 曾就职于中国第二大银行建设银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田惠宇呢 在90年代啊 是前国家主席啊 时任建设银行行长王岐山的秘书 那从现在前往来看呢 吴清被任命为证监会主任 吴清呢 是习近平的非常器重的年轻人啊 也是未来五年内啊 有机会担任中国央行行长的人选 从现在来看呢 新平的干部正在逐渐的进入金融领域 取代包括王岐山 包括上海帮 上海集团 那么会逐渐的 在中国的金融领域 会替代原有的旧的势力 也就是说除了在军方啊 在火箭军 那么在金融啊 在金融监管方面 银行 习近平呢 也在加强自己的势力的安排 另外呢 习近平很有可能 未来呢 会在金融方面 会有更大的动作 所以现在安排自己的人啊 未来呢 这个吴清可能会担任啊 中国央行行长 那么也就是说 未来中国在金融方面啊 在资本市场方面 很有可能会有更大的动作 那从吴清的很多简历来看呢 他是有中国金融行业 一线工作经历的 他和那些职业官僚是不同的 也就是说未来呢 习近平可能会借助啊 吴清的这个金融方面的 这些专业知识啊 很有可能对中国的金融业 包括金融进行改革 也就是说未来呢 中国在金融方面 一定是有大动作的 金融方面一旦改革的话 会对中国的整个的经济啊 会有一个新的提振 那么中国的经济可能会重新回到正轨 但是也是巨大的考验 还是要看下一步啊 他在证券监管委员会的工作表现 另外还有一点啊 这个中国的火箭军 现在来看前两任 中国的国防部长 包括火箭军司令都已经撤制 说明中国火箭军 包括军方高层被美国渗透 这个间谍案 特别是泄密案 涉及的人员非常广 火箭军你可以看到 有大批的高层九名将军被撤制 也说明美国在中国高层 这种渗透 这种拉拢腐蚀 它是体系化的 未来呢 不排除啊 习近平呢 会削弱啊 火箭军在解放军内部啊 这个权力的结构 另外呢 会利用海军啊 很有可能会用海军来平衡火箭军 另外呢 撤制了很多火箭军的高层啊 很有可能这些高层职位 会用海军空军来顶替 所以呢 整个的解放军啊 三军的一个结构 我觉得也会出现变化 火箭军 他啊 未来这种 过去啊 被很多高层啊 看重 被很多高层重视 结果出现大量的腐败 甚至投敌 出卖情报 这种情况啊 我觉得会得到扭转 另外海军啊 是未来习近平 着重加强啊 着重依靠的力量 海军空军 这是一个新的变化 中国的股市呢 现在呢 实际上被西方啊 用作打击中国的一个工具 特别是宣传工具啊 因为西方呢 他并不了解中国 很多西方人认为 中国股市下跌了啊 就是中国经济不好了 其实中国的经济呢 并不完全在股市 股市并不能完全代表 中国因为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财富和西方是不同的 财富都在房地产行业 而中国房地产呢 现在来看啊 并没有像股市这样啊 暴跌 房地产现在呢 是处于一种平稳状态 没有大涨 也没有大跌 那这样的话 实际上对中国来说相对是稳定的 而股票市场呢 西方利用股票市场的暴跌来进行宣传 会使很多不了解中国国情啊 很多西方的投资人认为 哎 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崩溃 股票市场啊 中国真正炒股的人 其实少数啊 股票市场并不是整个中国啊 一个全貌 资本市场的一个全貌 所以现在整顿啊 股票市场 其实我觉得也是啊 与西方做的一种对抗 稳定股票市场 但是我觉得后续中国股市不会啊 出现那种大涨 因为现在也不合时机 你如果大涨的话 也会给西方留下机会 拉高你 然后做空吧 那实际上那个时候 如果再出现股灾 那会非常危险 所以我觉得回到3000点左右 上下徘徊 长期一个稳定 这就可以了 就不会出现那种大涨大落 这是中国要的 所以未来也不要幻想啊 说中国股市能出现一个大的牛市 中国现在还是求稳 这是我一直在讲的 因为中国和美国这个竞争 中国不能出错 所以求稳是最聪明的选择 只有稳定啊 中国未来和美国对抗 中国才能有机会 如果一旦出现了不稳定 美国一定会找到你的漏洞 对中国动手 所以记住 中国实际上从政治 经济各方面 求稳为主 我一旦出现了不稳定 你会找到我 我一旦不愿意 我一旦不愿意 我一旦不愿意